最近消息丹宁关心是否要开放美牛 在丽院的瘦肉精零检出法案复委之后 最传马总统前一晚也召开了国安层级的会议 对此马总统下午南下苗栗 他也做出了最新的修法 我们交给记者朱显明 好的 您看到今天下午的时候 马英九总统来到了苗栗 一方面跟苗栗的温水国小师生吃午餐 另外一方面又参观苗栗师坛的温水老街 受到许多民众的欢迎 不过针对所谓的万一朝野党团立愿 达成共识 四个视频卫生管理法的所谓的瘦肉精零检出的法案 如果说真的三读通过的话 未来有可能没有办法以行政部门的命令的方式 来开放美牛进口 对此马总统怎么说呢 今天记者问他 但是他是笑笑的不回答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之前马总统就来回应 总统大家都很关心美牛 总统大家都很关心美牛 昨天国安会有没有做什么决议 谢谢 好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了 马总统今天到了苗栗这边 是闭口不谈美牛的问题 不过据传了前一天晚上的时候 马总统亲自主持 这个超过三个小时的 国安层级的会议 商讨所谓的美牛问题影响的层面 如果面对立愿党团 这朝野党团 针对这视频卫生管理法的修法草案 已经复委了 如果说三读通过的话 到了未来这个总统就发明要如何因应美牛的问题呢 接下来马总统的笑而不达 不过呢 心里可能是有一定的进一步的盘算 好 针对美牛议题呢 传出马总统召开国安会议 但你看到总统最新回应是笑而不达